今天咱们就用最普通的茄子啊,来做一道非常好吃的做法 首先我们把茄子啊,一定要加入少许的面粉 我们用清水啊,给它清洗干净 洗干净的茄子啊,咱们去掉头尾 中间呢,再给它拦上一刀 擀好刀的茄子啊,咱们放入蒸锅中 剔锅上去啊,蒸8分钟 用筷子啊,轻轻呢,可以扎进去就好了 然后再用筷子啊,给它剪出来,让它自然的放凉 名人不说暗话,小厨就想要一个免费的小爱心,支持我一下 就是对着屏幕帮我点两下,辛苦您了 这个时间段啊,咱们来切点红绿蒸汁圈 我们再剁点酸沫,再来点少许的香菜啊,特别的提味 然后我们再浇上半勺的滚烫的热油 把香味啊,完全的给它激发出来 碗中我们再加入一勺的白糖,两勺的生抽 一勺蚝油提鲜,一勺陈醋 一勺的蜜汁辣椒油,少许的煎白油啊 这个口味啊,会更加的独特 我们给它搅拌均匀啊,这个料汁就调好了 这个时候啊,茄子也已经放凉了 咱们给它均匀的撕成小条 咱们给它摆入盘中 再把之前兑好的料汁啊,咱们浇在上面就可以开吃了 茄子我们在家里啊,别再炖着吃炒着吃了 你像我这样做成一盘凉拌茄子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每天都会更新一道家常菜的教程 小厨最后还是那句话 您关注我,说不定还真有点用 感谢您了